你们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疑问 为何慈禧死后一年才下葬 送葬路上诡异事件频发 送葬队伍所经之处臭气熏天 更有百姓看到血染宏观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慈禧竟在二十年后离奇复活了 这到底是为何 慈禧身上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928年7月 大军阀孙殿英 带人挖开了慈禧的墓葬 然而仅仅只一眼 孙殿英就被吓得两腿发软 嘶吼尖叫 慈禧 慈禧老佛爷竟然没死 只见慈禧安详地躺在光果中 但当他们仔细观察后发现 老佛爷在地底深埋二十年 居然犹如刚刚下葬一番 皮肤仍旧光滑有弹性 脸上带有活人才有的丝丝阴红 就像是刚刚睡着一番 更恐怖的是 慈禧看上去要比刚下葬时 看起来年轻十来岁 死去二十年的人怎么可能会复活 这肯定的不可能的 那么眼前的这句诗声又该作何解释 1908年11月5日 一代妖后慈禧在中南海一轮店去世 享年73岁 纵观慈禧一生可谓是亘古未有 据说慈禧在死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就下葬 而是让人在自己死后一年再下葬 下葬当天 出殡队伍索经之处臭气熏天 更有百姓看到血染宏观 难不成慈禧真应了百姓 所说的糟天谴了 种种迹象让人不由的猜想 难不成这是慈禧给自己布下的局 1909年11月5日 这是慈禧出殡的日子 葬礼豪华程度震惊国内外 规模上比皇帝的形质还要大 要知道 紫禧城与定陵之间相距120公里 而慈禧的送葬队伍延民数十里 诺大的送葬排场 吸引了图经地的外国人与平民 慈禧所使用的棺果十分豪华 材料是珍贵的金丝楠木 这是我国独有的名贵木材 在以往朝代中 只有身份地位极高的人才能享用 一两就价值千斤 仅棺果的重量就重达数百吨 只抬起来就十分费劲 在棺果的正上方还镶嵌有一个红金球 如此一来 棺果便更加沉重 即便已经如此 慈禧还不满足红金玉 在此前告诉李连英 要在棺果底部铺满金银珠宝 而李连英也是不敢不听 命人在棺果底部铺上金丝之宝棉被 上面镶嵌有各式各样的珍宝 重达几十斤 头戴凤冠 口含叶明珠 所以抬起来十分费力 每一段路程就需要二百个壮汉轮流抬棺 但即便是这样 送葬路上还是鬼市频发 李连英发现慈禧棺果下 竟流出了神秘的红色血液 要知道的是 这棺材里装的可是死了一年的老佛爷 早已变成干枯的尸体了 为何会有红色的血液流出 直至驾崩前一年 慈禧的地下灵寝还未建造完成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众人自然要将慈禧的棺果保存一年 为了不让慈禧的棺果变成一滩血水 太医便决定将慈禧的肠子拉出 将体内微生物含量降至最少 此外 为保存慈禧的尸身 棺果的夹层内铺满了防腐药材 下葬时下着暴雨 所以流出了鲜红的颜色 虽然这件事情被李连英掩盖了 但还是有眼尖的百姓看到了这一幕 一瞬间在城内传开 人们纷纷讨论说 这一定是慈禧生前做了许多坏事所导致的 并在死后以如此豪华的葬礼下葬 一定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即便是皇室必摇了这一说法 但这一说法并没有人相信 一直都是皇室的丑闻 那么慈禧送葬队 为何会出现臭气熏天的现象 慈禧死后为何一年才下葬 出殡队伍所到之处臭气熏天 甚至还有老百姓看见关中渗出血水 难道真如百姓所说 慈禧这是遭天谴了吗 那么慈禧不惜掏空国库建造的陵墓又有多豪华呢 慈禧下葬前身上盖有陀罗尼精被 整体由黄明绸缎制成 仅精被上镶嵌的珍珠就有上千粒 而遗海两侧放有翡翠西瓜和翡翠白菜 这简直就是西式珍宝 总价值根本不可估了 慈禧一生奢靡 六十岁大寿的时候 更是直接掏空了整个国库 在当时年代 六十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寿袋 更别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慈禧了 他六十岁生辰正逢甲武战 慈禧仍旧无动于衷 在一个园大办寿宴 眼看日军就要打到家门口 慈禧更是说 只要打不进紫禁城内 就不要打扰自己郭大寿 这种混账话 当年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 慈禧仅仅是一个小贵妃 以后的墓葬规格 只能按照贵妃的行制建造 但随着光绪当上皇帝之后 慈禧凭借自己的势力 开始临朝听政 直到最后直接把持朝政 于是便决定 推翻之前已经确定好的墓葬规制 建设现在的陵墓 当时朝代皇室宗亲都非常迷信 而身为老佛爷的慈禧 更是认为自己地位高尚 所以对灵寝建造的要求极高 从修建出世到完工 整个地下灵寝用时 整整十三年才完工 里面所使用的木材 全部都是珍贵的黄花梨木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木材 慈禧命人砍伐了大半的森林 从偏远的深山地区运往北京 但慈禧官国 以及地下灵寝所使用的 都是珍贵木材 又为何会发出阵阵恶抽 更有百姓直言 宋葬队伍所到之处奇臭无比 皇室是这样解释的 上万人的宋葬队伍 从紫禁城徒步走向地下灵寝 总路程足足有75英里 这段路程是慈禧在世时 就开始修建的 虽然道路已经十分平整 但宋葬队伍还是走了许久 这几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根本没有时间洗澡 换衣服 几万人一起走来 那味道必定很上头 就像是臭豆腐一样难闻 所以才会散发出阵阵恶抽 但这一说法却没有相信 在老百姓心中 慈禧送葬路上散发出阵阵恶抽的 真正原因是这样的 他一生祸国殃民 坏事做尽 即便是棺果夹缝中塞满了香料 但在老百姓心中的恶抽 是怎么也抵挡不住的 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 送葬队伍终于将慈禧的棺果 运送至定东陵 这才将慈禧下葬 在此后的二十年间 百姓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 那个深埋地底的老佛爷 直到大军伐孙殿英的出现 再次将慈禧的恶臭推了出来 为何慈禧死后 诡异事件频频上演 明明保存完好的尸体 送葬时却臭气熏天 血染宏观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棺果被打开之后 慈禧的尸体瞬间长出白毛 这些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928年7月 大财阀孙殿英在青东陵 以军事演习为借口 一炮轰开了慈禧的陵墓 陵墓内金银珠宝数不胜数 孙殿英愣是用马车拉了七天七夜 才将陵墓内摆放的金银珠宝搬空 然而 就当孙殿英命人 劈开慈禧棺材后 震惊地发现 霍国殃民的老妖婆 竟如同活过来一般 皮肤富有光泽 脸上带有少女才有的微微潮红 仿佛刚刚才睡着一样 就在此时 孙殿英惊呼道 难不成慈禧老佛爷活过来了 但本就是军阀出身的孙殿英并不害怕 而是直接拿枪威胁手下 让士兵从慈禧口中将夜明珠拿出 传说这颗夜明珠有着永保容颜的说法 能够保证尸体常年不符 紧接着原本满面春光的慈禧 一瞬间化为一滩黑水 随后 慈禧的尸身长出诡异的白毛 但孙殿英并不在意这些 将棺材内金银珠宝洗劫一空之后 开着卡车扬长而去 随后溥仪听说了这件事情 他非常气愤 但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毕竟自己敌不过孙殿英 只好命人重新将慈禧安葬 这一次慈禧的恶臭 再次被掩埋弟弟 但孙殿英盗绝慈禧墓的消息 还是被有心人说出 尸体长白毛的现象 也展露在大众视野中 有百姓认为 这就是大清灭国的前兆 连上天都看不下去了 也有百姓认为 这是因为孙殿英 盗绝慈禧墓葬 被身在殷曹地府的慈禧得知后 为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 从而长出白毛 为吓走大军阀孙殿英 但其实现在 考古学家已经解释了 尸体长白毛的真正原因 由于慈禧棺材密封性能完好 在地下埋葬二十年 早已与空气隔绝 当孙殿英命人打开慈禧墓后 他的尸身在接触到空气的一瞬间 发生氧化现象 变成一滩黑水 随后细菌便会迅速增生 从而导致慈禧的尸身长出白毛 纵观慈禧老佛义的一生 可谓是极其丰富 年轻时体验到了嫔妃的欢喜 中年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老年时尝尽国破家王的悲惨 享受至高权力带来的快感 也受尽了列强的折磨 把全国人民推向水深火热 直到今天仍旧不可原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